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關注普洛影音網的頻道 那我們今天要來講一個非常簡單基本 但是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接喇叭線 接喇叭線 喇叭買回家以後當然是要接喇叭線 那很多人會覺得這件事情有什麼難的 每個人都會接喇叭線啊 可是呢 有些消費者是新手朋友 他們買回家以後就發現一件事 咦 總共是喇叭喔 這個打開以後翻過來 它一個端子 但是有的喇叭呢 它現在有兩個端子 那為什麼會有的喇叭是一個端子 然後有的喇叭兩個端子 那他們又要怎麼樣連接 才會對音質有更好的表現呢 那我們今天一樣呢 是請到普洛英網的技術主編錄音場 來為我們做這樣的一個說明 那錄技術主編 我們第一個問題就直接問說 為什麼有的喇叭它會需要有兩個端子 它的作用是做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現在這個是一個二音路喇叭 二音路喇叭的話 它的設計其實主要是要讓高音單體跟中低音單體分工 所以喇叭端子在輸入信號以後 它並不會直接把信號送給喇叭單體 它中間還有一個分音器 那這個分音器呢 它會有一個接高音 一個接低音 接高音的部分我們把它稱為高通濾波 也就是濾掉中低音 接中低音單體的部分我們把它稱為低通濾波 就是把它濾掉高音 那有這兩個部分 那如果把這兩個部分的分音器的輸入端 接在一起的話 它就會有一個喇叭端子 那如果把高通濾波直接接一個喇叭端子出來 那它就會接在這邊 那如果是低通濾波的輸入端子 它就是接在這邊 所以這個是bywire跟單線的差別 所以它們這樣的一個設計 各有它們的不同的用途 好了 那現在如果是 我碰到是有兩組喇叭端子的這個喇叭 我到底這個喇叭線是應該接在上面還是接在下面呢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如果喇叭線在輸入的時候 我們就會看喔 因為通常喇叭線我們會很講究 可能有的是6N 就是高純度的頭 那如果是接在這一邊的話 接在高音的話 當然對高音比較有利 接低音會對低音比較有利 那如果是bywire端子最好的用法是 把中間的跳片拆掉 直接用兩條喇叭線去接 對高音比較好的 我們認為高音音質比較好的線 接在高音 低頻表現比較豐厚 比較好的線 接在低音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達到調聲的目的 但是如果只接一對喇叭線的話 基本上我建議接在高音 因為我們人的耳朵 對於音質的判斷 對高音比較敏感 對低音相對不敏感 那喇叭的跳片呢 大部分它是用實心的金屬來做的 所以說它會有幾乎效應 多少會影響到高音 那另外還有喇叭的接點 因為我們這個跳片 是由喇叭的端子的地方去連接 所以這個地方會有接點 接點其實也會對音質多多少少 會產生烈化 所以我會建議接在高音 但是有一種情況是不一樣的 就如果你希望高音比較柔和的話 我建議接在低音端子上面 所以基於調聲的考量 接在下面未必是錯的 但是我仍然希望能夠接在高音單體為優先 這樣音質會比較細膩 那這個喇叭的連接其實也是正式很有學問 那今天這個陸技術組編呢 他講得非常的清楚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內容喔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要訂閱並開啟小鈴鐺喔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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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